校党委书记王清义赴洛阳市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王清义指出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制度优势 优化治理体系 完善制度集成 提高治理效能 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他强调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是洛阳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要以此次省委宣讲团来洛阳宣讲为契机 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不折不扣推动全会各项部署在洛阳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王清义书记赴洛阳市通过富有吸引力 感染力的精彩宣讲 即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刻解读 推动全会精神更好的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据悉 中共河南省委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高度重视 经省委主要领导同一 成立了由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江陵等25人组成的省委宣讲团 赴全省各地开展宣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